大家好,我是瑞秋媽媽 今天要分享如何製製天然水果糖漿 都是使用當季盛產的水果來製作的 成品非常的香甜 最後還能DIY水果汽水、水果牛奶 真的太適合炎熱的天氣了 天冷了也能拿來泡熱熱的水果茶喔 因為需要用罐子保存 因此需要消毒 風乾過後才能使用囉 這個步驟不能缺少 今天我要一次做兩種口味的糖漿 水莓桃野莓以及藍莓糖漿 我們先將水果洗乾淨吧 想要將水果可能的農藥殘留洗掉 最有效的方法其實只需要幾個步驟喔 第一,就是要先將水果浸泡冷水裡大約三分鐘左右 讓農藥可以溶於水中 再來呢,就是用流動水一個個清洗 雙手搖不停地搓揉 這樣可以幫助沖掉柴芋濃藥喔 最後一個步驟,我會使用乾淨的餐巾紙 將表面多餘水分擦乾淨 因為糖漿要用醃漬的方式 剛剛清洗的水分會很容易影響有效保存的喔 全部擦拌完畢了,那現在我先將水蜜桃切成片 當季生產的水蜜桃真的香甜又多汁 拿湯來做糖漿再適合不過了 水蜜桃的水蜜桃 然後濃縮前面就把水蜜桃切成片 蘋果水蜜桃切成片 上潔炙成片 蘋果水蜜桃切成片 毒藠果水蜜桃切成片 然後掃蜜桃切成片 稍後的水蜜桃切成片 少不了的大功臣之一,就是檸檬 它是天然的殺菌防腐劑 除此之外還能調節酸度以及增加果香味 我建議選擇黃金檸檬 因為它的酸度比較低 味道卻是非常的香喔 食材備好了 首先我先要做的是水蜜桃野莓口味的糖漿 先將野莓和一部分的砂糖混合在一起 需要用湯匙按壓一下野莓 讓它順利出汁 再來就可以加入水蜜桃、檸檬片 以及剩餘的砂糖混合均勻 沾南平和五種植物 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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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就可以加入现挤的柠檬汁进去完全搅拌均匀 这时你可以看到水果的水分已经开始的被释放出来了 同时也能闻到超香的水蜜桃及柠檬香气哦 现在就可以将全部装入玻璃罐里密封起来 记得不要装太满,Ritual妈妈不小心放太满了 糖浆不断的溢出来,最后还是要给它重新分装 接下来我用相同的步骤来做蓝莓口味糖浆咯 蓝莓加一部分的砂糖以及柠檬汁一起混合均匀 我也需要用汤匙按压,帮助果汁可以出来 最后就是将柠檬片以及剩余的砂糖加进来混均匀后 我会先将腌制水果的罐子放在室温浸至大约半天 之后再放到冰箱进至两到三天就可以食用咯 等待期间你可能会看到罐底会有味融化的砂糖沉淀 就是需要用干净无水分的汤匙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等待了三天天然的水果糖浆完成了 我先用水梅桃糖浆自己做汽水来喝啰 汽水就是加入碳酸水就可以了 或者也能加气泡水,这样就是水梅桃口味的气泡饮啰 若想要制作汽水,比较不推荐直接使用现成的雪碧 因为雪碧已经添加许多糖了 所以只需要用一般无糖的碳酸水或者苏打水就可以啰 哇,原来在家也能自己做出这种梦幻建成的饮料 不仅好喝还能配出网红罩呢 再来我用蓝莓糖浆做一个蓝莓牛奶 天然健康还吃得到活肉呢 觉得在家光喝鲜奶很单调吗 只要加几汤匙的水果糖浆 立马耍心味觉 小孩也非常爱哟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呢? 其实瑞秋妈妈私底下还用了这个糖浆 做了优格冰板 实在是好吃的不得了 你们想要怎么运用都可以哟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 喜欢记得帮我按赞及分享 还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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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回见